好 那咱们来写一下 那在这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怎么来做呢 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在这里就建一个文件夹叫store了 因为某个格斯他不没有说是必须是单一死多 瑞达克斯是推荐单一死多 某个格斯不推荐 不是不推荐 是没有说必须是单一死多 听懂这些事吧 没有说必须是 当然你在这里的话 你直接去建一个index 我们实际上有时候还是比较推荐 index点什么呢 js 那咱们在这里面去把什么引入呢 是不是这里有一个observer呀 不 observable observable 就这个东西 observable本身是什么意思 所以本身就是不知道观察的意思 能观察到能察觉到的 是不是就是能够被观察的东西 所以咱们就是干什么呢 就用它来定义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咱们在写的时候怎么来写呢 写class吗 是不是 比如说classcounter 是不是class手字母今天要大写呀 听不听懂 这个地方 counter 比如说name name的话 我们是一个不可 就是说是不需要被观察的 我就直接写 比如叫做 counter f 是不是这意思呀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那下一步的话咱们来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可以被观察的 你在这里你就写啊 他 observable 啊 然后在这里的话咱们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counter 啊 然后等于一把 说这时候我就定义了一个最基本的状态呀 啊 然后定义了之后怎么办呢 定义了之后的话咱们应该这么来做哈 应该去new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哈 什么这里的话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就是 decorate 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我们先不去管他吧 就是说是这是干什么呢 这是来源之后的哈 然后computed的话 它里面是可以去计算这样子的一些值的 比如说咱们来计算一个什么呢 咱们来计算一个double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面去引入什么 computed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东西 那咱们来怎么办呢 啊 computed的 听懂了没 比如说double啊 double counter啊 然后就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这四点 counter 乘以二呀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的都做 但是在这里的话 按道理来说我们能写是没问题的 但它这个和委员一样啊 写成一个方法 它里面有什么 是不是get的和counter呀 get的话就是干什么 是不是就取的 取的意思吗 在这里的话咱们就直接去get吧 然后get啊 然后叫做什么呢 double counter啊 doublecounter 然后retar什么 是不是this.counter 乘以二吗 这个听得懂吗 咱们在这里 是不是就是通过现有的这些状态 然后去干什么呢 是不是给他加了个东西上去啊 啊 mobix它写起来的话比较 就比较简单哈 就这个东西 好 retar这个东西啊 然后下一步的话 我们要用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要去连接我们的这个react的组件呢呀 是不是这意思啊 咱们要去连接这个什么呢 连接react的组件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连接呢 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例子 首先在mobixreact里面 是不是又有一个 不是吧 这里要注意哈 这个observer和咱们是不是前面的observer是不一样的呀 这个是从mobixreact里面出来的 那它是用来干什么呢 是用来装饰咱们这个组件的 代表咱们这个组件 是不是会根据数据的响应呢 被观察呀 可以这么理解它吧 然后完了之后的话 这里有一个toto尾诱 你看一下toto尾诱的话 本身它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本身是一个组件呀 这里 这里面是不是建的函数 申请的一个组件嘛 然后干什么呢 这个observer是不是一个高级组件来装饰它嘛 听懂这意思了吗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它就可以干什么呢 就可以去得到 在这里的话就可以去得到咱们的这个 就是传过来的纸 你可以看到到toto尾诱里面 它传过来的纸的话 是不是就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呢 toto list的尾诱哈 toto list的尾诱里面 它是怎么来做的呢 你看一下哈 它在这里的话 它给咱们传了一个词多 传的这个词多是什么 是不是咱们拥出来的 刚才所写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拥在这个实例呀 听懂这些字了吗 它拥出来的时候是咱们的什么实例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实例 实际上你在这里可以这么来做哈 export default哈 比如说啊 我们这样子来吧哈 然后const counter store吧 store哈 然后就等于new counter 这个天的懂吗 是不是我拥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出来呀 拥来了 拥出来了就怎么办呢 我去export default啊default咱们的counter store 这听懂了吗 啊 然后怎么办呢 我到index里面呢 我呃 我先到你那个词里面的引诱一下吧 哈 然后import什么呢 是不是counter store呀 counter store哈 from store 是不是从这里面引出来 然后咱们的console都log一下咱们的这个counter store吗 这简单 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是这样子呀 啊 现在把它干什么呢 现在把它打出来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面能够得到这些东西 听懂不听不听懂啊 它里面的话就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就有咱们的counter 就有咱们的什么呢 是不是内蒙这些东西啊 然后有括号的就是代表是可被观察的 然后没有括号的 是不是就就是不被观察的呀 但是委员里面是不是也 你们去仔细观察 那里面的绝可被观察都有个括号在后面 听懂了吗 听没听懂 我用一个东西出来了之后 是不是它这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东西了呀 就有这样子的东西哈 好 这里的话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之后 那上一步怎么样的用 就让我都知道这个store是得到的这个结果是有这样子的东西了 那上一步的话咱们来看一下哈 我要想把它干什么呢 我要想把它给放到咱们这个里面去用 是不是这意思吗 要把它放到这里面去用 那咱们就去学一下别人这里面是怎么来做的 来看一下 这是别简单的哈 然后在哪里呢 是不是在这个里面来用呀 是不是咱们在一个display里面来用 然后怎么办呢 在这里的话是不是啊 它什么 observer 大家要注意这个observer和咱们的mobx本身的observer是有区别的 听懂这意思了吗 啊 也就是observer 这个observer mobx的observer 是不是它是一个 它类似于咱们的那个vex里面的connected方法呀 听不听懂 是不是类似于这个方法 可以听懂吗 可不可以听懂 咱们在这里的话把它干什么呢 把它给observer进去哈 observer进去了之后 下一步怎么办呢 下一步的话咱们就只需要直接去用就行了哈 在这里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去传 我看todolist等于store啊 todolist等于store 然后在这里的话 它在调用的时候 调用咱们的这个todolist的时候 就等于咱们的这个store 那也就是说 我在调用这个组件的时候 调用这个组件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干什么呢 是不是我直接可以给它传过去啊 听不听懂 你这个意思啊 我直接可以给它传过去啊 在这里 在哪里呢 在咱们这外面调用这个store的时候 在这个app里面调用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我可以给它传过去啊 听不听懂啊 在这里面给它传过去啊 然后去import什么呢 import咱们的这个 counter counterstore from 是不是当前目录下的store 对吧 那咱们在这里的话 就可以给它传一个什么 这里的话 按照它的一个写法 在这里的话 是不是传了个todolist的 那咱们可以在这里传一个什么 是不是counterstore就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咱们的counterstore呀 是不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我在这里来这样子引入它啊 好 引入它了之后 我已经把它引进去了 引进去了之后 我在这里面已经加上去了 加上去了之后 我在这里到observer的主要作用是干什么呢 是代表这个东西是可观察的 如果你不加的话 可能它不会根据咱们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改变而改变呀 听懂你的意思吗 来咱们看一下啊 在这里我把其他的这个counter就可以给它删掉了 这个我就不要了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在这里里 console dlog 类似点props 把这东西给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是时候 是不是有咱们的counterstore呀 是不是有咱们的counterstore 听不懂啊 有咱们的counterstore哈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有了之后的话 你要想在界面上去渲染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渲染咱们counterstore里的什么 是不是counter呀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去渲染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哈 这里的这个counter是不是就出来了呀 是不是就出来了 但是现在它是肯定是不能不能不能改的吧 是不能改的呀 啊 那是因为什么呢 是不是咱们还没有去做一些action呀 首先第一步展示的话 是不是我把它展示到这个了呀 按照他们这里写的这个东西哈 按照这里写的这个东西 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写了呀 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写了呀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下一步来看一下哈 看一下怎么样来改这个东西 那咱们来去看一下这个action呢 再去看一下咱们的这个 就是action 它是怎么样的用的 当然 我在这里的话 我更喜欢干什么呢 我更喜欢去 哎 这里正好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正好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 看到没有 啊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它有很多很乱七八的东西 action 是遵循什么 但是什么什么 然后action 你帮的可以用来自动的将动作榜 顶到目标对象上 注意与action不同的是 什么不需要一个内蒙参数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种办的的话 它不需要什么 它不需要一个什么内蒙参数 呀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这里 就是说 它这里面写的东西的话 它写的比较 就是 就是写的比较 就是有很多种绑定的方式吗 这里看到没有 是不是用法有这么多呀 是不是用法有这么多 那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就用这个art符号 来写一下什么呢 来写一个方法就行了 这里的话 artaction 在哪里去写 在哪里去写 是不是在咱们这个 就是store里面这里去写 听不听懂 它一样的话 在这里写一个art什么 是不是artaction 咱们找一种写法来写吧 然后有一个方法 artaction 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 我们叫做increment increment 然后它是一个方法 然后在这里的话 咱们去敲击干什么 是不是this counter 是不是加等于1 天哪有意思吗 是不是我让它加等于1 在这里 好了 这里有了这样子的一个action之后 啊有了这样子的一个action之后 那咱们来看一下哈 在咱们这边的这个里面 这个contour store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action的呢 但是这里的话好像没看到有呀 是不是就咱们的这个什么呢 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啊 对不对 没有咱们的那个什么呢 没有咱们的这个action啊 这个action咱们写了一个increment的呀 那下一步怎么样来看呢 怎么样来看 它怎么用 让一个元素接受一个动作哈 这里的话我没有找对那个地方 我们把那个死多给它打出来吧 因为这个死多是已经已经出来的 咱们在这里的话 哎 是 这里是不是引进来了的呀 console多了给一下哈 s.probs.contour store吧 咱们把这个东西给它打出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啊 它只有一个name这样子的东西 那它有没有打的方法呢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里面就一个increment的方法呀 听不听懂 那咱们直接就可以去掉这个方法吧 因为它是实力上的嘛 听不听懂 它是实力上的哈 咱们就可以去掉这个方法哈 这个没有毛病 然后怎么办呢 你想一下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可以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 在咱们这个里面在这个app里面 我在这里的话 我是把这个store全部传下去了的 你可以传一部分 在这里的话我们是写的一个加吗 是不是写的一个加 那就可以unclick 然后就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咱们这个组件是接受一个unclick的呀 那就等于this点probs 哎不是this点probs哈 就等于咱们的这个contentstore 是不是contentstore呀 点什么啊 点increment 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呀 就等于它哈 咱们来看一下哈 看它是否能够加了呢 包错了 是不是canada read property content on defined 那咱们是写错了单词吗 来看一下increment 点半的 这里不需要半的this 这里contentstore咱们是直接传下去了的 那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store里面 它有没有去执行这个东西 concel.log this 来看一下 看它有没有去执行 咱们点一下 this是on defined的 看到没有 是不是this是on defined的呀 那咱们怎么来玩呢 看一下 看一下 是怎么来写的 这个action increment 它这里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个bund 是不是有一个bund 那咱们来写一下这个bund 看一下 点bund 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呀 在这个bund之后的话 是不是有点像咱们的bund 是不是有点像咱们的bund 那你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 咱们就已经干什么呢 已经让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做出响应了呀 听懂这个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以后你写这些东西 你就很自由了 你就可以理解我 这就是你用原生gs来写的一个 是不是用原生gs来写的一个对象而已 只是说 某贝克斯是不是内部帮你实现了什么 是不是观察这个作用呀 是不是内部帮你实现了观察 那同样道理 你在这里的话怎么办呢 你完全可以去用咱们的这个减一吗 是不是减等于一 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复不复制啊 这些东西啊 就没有什么复不复制一个东西的 在这个某贝克斯里面 他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直接改 这个后果比又很像呀 是不是后果又很像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里的话 咱们咱们再给他加一个 等于咱们的这个decrement来试一下 减一下 是不是没有毛病呀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 直接给他注入进去就行了 是不是比较简单吗 是某贝克斯比较简单 啊 某贝克斯的话比较简单 都用于达克斯入文件太多了呀 啊 这种方式的话就直接这样子来做就行了 直接这种方式来做 我们同样道理 我可以在这里面再给他买一个 再给他买一个 如果你要想去显示一个double double 是不是double呀 是不是都可以自己写一下呀 我们哪一个什么呢 原质是这个 然后 double 计算的值哈 二倍 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 二 倍 计算 是不是这里的话咱们能用什么 是不是double count 是不是这意思啊 这里的话咱们用这个啊 来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和鲁鱼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那个computer是不是就和鲁鱼一样了呀 啊 所以咱们要想去连接这些东西也是比较简单的哈 当然在这里面的话 在这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问题哈 就是这里的话应该会多一个生命周期 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看一下啊 在这里的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看一下 来 咱们看一下 你看 你看 是不是他多了个生命周期啊 看到没有 多了个什么 component 我又react 出去的 就是你用不用过的话 你说这一个东西别人就知道你用过了 听懂吗 因为我被盖子被观察的东西之后 它会多一个生命周期叫component willreact 也就是说我的数据已经完了 怎么办呢 你可以进行你react的生命周期了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哈 在这里的一个unsafe哈 component 我用mount 咱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虽然说是已经干什么呢 是不是已经 已经不推荐咱们再用了呀 来咱们看一下哈 当咱们去 你看 will mount 啊 will update 抱歉 这里写错了 我想去看 will update 这个是不是在我们后面的时候是做的比较早的吗 是不是 是不是在我们第二次更新的时候 是不是 不管你老子来是不是最早的一个是明周线 本来之前的时候咱们说更新阶段 是不是 会 will receive props 是不是还有一个will receive props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东西 来咱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还有一个 我 我 re save props 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东西 来咱们看一下哈 这个是不是执行的比较早吗 这个是不是执行的比较早 来咱们看一下 你看一下 will receive will receive props的话 在这个地方 它是会被托管的 要注意哈 然后会多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component的will react的这个生命周期 也就是说我的数据处理是不是已经给你处理完了呀 然后怎么办呢 你可以进行你react的生命周期了 听得懂的意思了吗 听不听懂 啊 在这里的话会多一个会多一个生命周期 叫做component will react 就是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mobilex的之后哈 就这样子的一个 就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基本的操作 实际上其他东西的话 咱们就根据那个什么呢 这里的话 它有一个一个example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一个example project 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类似于mobilex的一些一些例子 你可以在这里面的话 去找这些一个example 是不是来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 听得懂这意思了吗 啊 这里的话是咱们所说的这个 就是mobilex哈 当然还有一个react mobilex的那个网站在哪里呢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它是有一个react mobilex react mobilex react 它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 它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页面的呀 刚才的时候我还看到那个介绍了是吧 是刚才咱们的介绍的地方 它还给咱们收了 让咱们去连接库呀 啊在这个地方 我bex react 还得去找一下 我bex react 再搜一下 只有这一个吗 哎 这个到哪里去了呢 实际上 要想去找的话也挺简单的 是不是找到mpm js里面去搜呀 听懂我 啊 如果你在这里不好找的话 你到这里来搜 搜到了之后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官网呀 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官网 这个就是什么呢 结果它给咱们联系到了哪里 是不是和咱们mobilex是一个网站呀 啊应该是同一个什么呢 应该是同一个 应该是同一个组织 维护的这个这两个东西 就是因为有些人是不是他可能会不使用req的直接用mobilex 啊就这意思哈 就这个 啊 好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的话我们就先 把这个什么呢 mobilex的东西的话先给大家说到这里 这个 然后你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可以自己去干什么呢 可以自己去 呃 选择使用还是不使用 那么咱们在什么时候 咱们在什么时候使用mobilex 什么时候使用req的呢 这就要看你的这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是一个中小型的 那你干什么呢 选择mobilex 你想快速开发你选择mobilex 你想长期的我运户 那你选择req的 这也明白吗 因为req的没有副作用呀 状态可被观察呀 这是可追溯嘛 然后mobilex的话 你想一下 是不是咱们相当于是直接在跟开原来的状态 听得明白这一次了吗 啊 然后他他写代码的他的代码量肯定是要比什么 是不是比达克斯要少的呀 通过咱们最 写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都看得出来 他代码量是不是要少好多 哎对要少很多哈 要少特别多的一些东西 所以咱们干什么呢 在这里的话就要注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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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